欢迎来到美式来哈拉节目现场 我是吴若全 在台北的朋友 年纪稍微资深一点 都听过玻璃路这一家西餐厅 它真的已经有非常久的历史 那么经过呢 我们这一位专家 他是李东明老师 他对于这些设计啊 还有一些文史的工作 都非常的有研究 最近呢 特别为玻璃路出的这一本书 叫做百年玻璃路 我们请李老师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 好东明老师你好 魯全大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现在在国立台北科技大学 工业设计系担任副教授兼主任 在什么样的机缘来开始接触玻璃路 并且帮他出了这本书呢 应该是说 我觉得第二代的老板 那个廖士林廖董事长 跟我爸爸是结拜兄弟 所以我们从小就 远分远分 他们认识反而是因为两个妈妈 因为我妈妈是37年次 所以那个年纪的女孩子 国小毕业能够升学的就不容易了 那所以通常都要去打工 那所以她在打工的时候就认识一个姐姐 非常照顾她 那个时代13岁 那姐姐就看她13岁瘦瘦小小的一个小女孩 就把她当妹妹疼 非常爱她 那这两个后来她们也结拜当姐妹 那这两个姐妹各自嫁娶就是 这个姐姐就嫁给了玻璃路 廖士林廖董 就是我们在书里面写到的 陈雪娇女士 我就还是叫她阿姨啊 那妈妈就嫁给我爸爸 然后那两个爸爸之后 后来变得非常的投缘 所以变成是说 我爸爸也任现在的 这个第三代的董事长廖英君 廖董也任他当干儿子 那我也称这个廖士林廖先生当义父 所以就是两家 真的就是世交非常好的关系 而且也见证了这百年 迪化街商圈很多发展 因为李东明老师 还有其他的著作都跟迪化街相关 百年街屋啦 街屋事业 所以您除了自己 在这一些跟工业设计相关的领域 其实对这一些自己成长的环境 里面的文史的记录 也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应该是这么说 就是说我会跟街屋相关的研究 一切都是拜波利路之事 因为其实当年就是 我到日本去念建筑研究所 那当时我想要写的论文方向 是有关这个台北城 因为台北城是一个很特别的城 中华帝国最后一个城 然后崇尚风水的城 那有各式各样的传说 可是来到日本老师来到台湾 我们就希望 当然就是爸爸跟这个义父 一定要请老师吃饭 那我就顺便安排老师到迪化街走走 因为日本人总喜欢买买南北货 乌鱼籽之类的 就没想到老师一到那个地方 就屌屌 他都不走了 不走了 他不走了 他第二天本来要去故宫的 我还记得很清楚 第二天要去故宫的行程 第三天要去其他地方的行程 全部取消 那一年是1996年 1996年 其实1996年的迪化街 还是保有迪化街非常传统的风貌 现在是因为被文青的风潮 就是加入了很多 新的元素 对新的元素 看似复古了 其实他还是不像你说1996年那个年 他是真正完全朴实的迪化街 还是旧的迪化街 所以我那个之前的那个街屋视野 跟百年街屋 就是把我当年在1990年代 做的街屋的调查的资料跟照片 把它集结成书 因为其实就是说 出版社的社长跟编辑 他们都希望给大家看到 原汁原味的迪化街 因为现在的迪化街 其实应该是说 已经有一点改变了 有一点擦脂抹粉了 是是 对 形容的很好 也没有恶意或不好 他就是可能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 去看迪化街 是 对 好那因为我的舅舅啦 妈妈啦 这个世代人都是迪化街 都是他们的很重要的生活群 很重要 到现在我舅舅还常常 他的早午餐都是在迪化街的小菜吃 然后常常就会带个鸡卷 带个粗米粉 鱼丸 就跑来孝敬我妈妈 所以这个是我们都共同很熟悉的记忆 那么玻璃路也是我妈妈那个年代 真的是很奢华约会的场所 相亲 对对对对 那么我印象当中跟老师讲一个渊源 就是我除了小时候跟我爸妈去过之外 然后我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 他们家是很厉害的建设公司 然后建设公司的小开儿子 在我高中的时候有这个同学 然后他爸可能为了要训练他 就叫我们去打工 好可怕的打工 就真的去工地打工 就在高中的时候 然后去那种淡水好偏远的一个工地 然后做那种 我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苦的劳工的苦工 然后一个暑假之后 中间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暑假结束之后 然后他爸就说请我们两个吃饭 因为打工的时候都很辛苦 也不会去想到他们家在干嘛的 然后干嘛干嘛 就他爸一请就说他请玻璃路 然后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是第一道菜上完 这个前菜上完之后 就是当年那个时代玻璃路 还有非常非常著名的牛舌 那么一块其实它有点像水晶肥皂这样 就是很厚 然后它的这个酱汁颜色很深 然后以前才有这么真材死料 就一块很厚的牛舌 现在还是一样很厚 很厚 不知道从何下手 因为它是很正式的西餐 然后这个牛舌又是我们平常没有吃 在家里不会吃的食物 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后来等我们长大入社会开始工作 都会觉得说要带爸爸妈妈 去回忆他们年轻的岁月 就再回去玻璃路 哇真的跟以前都一模一样 其实这个书上也特别写说 一直保留传统的这些元素 其实他们坚持这一点 非常坚持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刚刚大哥形容得非常好 那个酱汁淋上去的那个牛舌 真的是像水晶肥皂一样 那个亮晶晶的 那您的那个同学的父亲 应该是玻璃路的常客 因为那个牛舌 其实在早期是隐藏版料理 是啊 因为我看你这本书里面在早上料理 我昨天跟我妈翻了一晚上说 啊牛舌呢 牛舌呢 好像隐藏版的料理 没有牛舌其实是蛮隐藏版的 因为其实牛舌不好弄 而且你有发现玻璃路的牛舌很特别 就是它入口即化 对而且它其实不太 有时候你用叉子直接就不需要切 对它是其实是他们的 因为应该在这样讲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回头来讲 刚刚洛权大哥这个问题 就是非常坚持原味 是他们这三代以来 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应该是当年阿公创立这个餐厅的时候 其实他有一个想法就是 你吃饭在家里吃就好了 你是怎么一顶爱来的 我们博烈肉吃 所以他有这个想法就是 你应该要用五感来让你吃饭 那这个概念就是说 五感 你要看到的好看的东西 视觉 你要又有视觉 听觉 很多是唱片 对他有音乐 阿公喜欢音乐 他喜欢艺术 那你重点还有 他墙上会挂很多画 对 然后他的装饰都很漂亮 然后当然重点是东西要好吃 那后来到了第二代 廖士林也就是我的义父 我还是习惯称他叫廖淑 这是我跟他非常亲密的称呼 那廖淑他第一个研发的这个铁板牛排 所以他自己自豪的说 台湾这个所有用铁板的这些 是他创新 创立的 他创立的 然后他也去打造了这个 您应该有印象 那咖喱饭是用那个不锈钢便当盒 现在还是很多不锈钢的 还是一样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 再请李东明教授来跟我们聊一聊百年玻璃路 欢迎继续回到美式来哈拉节目现场 吴若全今天请到李东明老师来分享他最新的作品 百年玻璃路 那么全台湾刚才听到他的这个副纸辈 故事就知道你是唯一也最适合来写这本书 跟你的成长经验 还有两个家族互相的这么交往的渊源 其实是非常有资格来见证玻璃路的历史 我们刚才从牛舌讲到他是非常坚持 就是用最传统他当初的发行来延续这个品牌 甚至现在要在桃园中立一带 要有新的店 他们还是要坚持这个传统 好那我们就聊一聊他的传统 是不是从他开店这些起源 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呢 玻璃路这个店是在1934年就在现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就是阿公创业的地方 90年来没有搬过位置 就一直在这里 当然里面的装修 里面的我们讲装潢 已经更改过很多次 不过现在的装潢是停格在民国51年到53年之间 那当然后面有陆续几次小整修了 但是主要就是以51年到53年 这个阿公跟这个严云年老先生一起做的设计 我们回头来看 就是当时阿公创立这个餐厅 我们刚才有提到 他是希望用五感 所以餐厅里面漂不漂亮是对他来讲 但他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室内设计的概念 他认为说我在里面一定要把 一定要就是刚刚讲的擦脂抹粉 我一定要在餐厅里面做一些很特别的装饰 所以当时他找的是一位商业设计家 就是日籍的这个林木洋平老师 那林木老师就是当时其实是在民国二十几年 我们也知道26年就有卢沟桥事变 所以那个在1934年刚成立的时候 之后没有多久就碰到了这个中日战争 接下来就太平洋战争 那所以当时的那个日本虽然那个时候台湾 1930年代台湾是非常歌舞升平的 我们也都知道 那可是那个时候的设计的风格偏向阳刚 所以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老照片 里面非常多的线条是非常锐利的 甚至有到了后期还出现了一些 发挥艺人的砥砺之类的这种爱国的那个标语 那当时的严云莲老先生 就是我们的前辈画家 也是非常知名的前辈艺术家 严云莲老先生 当时还是一个高中生 那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也来跟这个林木洋平 是他高中老师 所以也跟他来玻璃路实习 当打下手 帮这个老师 以前这些艺术家 他们在做室内设计 不是说叫师傅做 他们是自己做 他们是有些可能碰到木工的时候 需要一些木工师傅来帮忙 但是他们都是亲自动手做 我是听到当年严老师讲 都自己做 然后所以后来那个严老先生 在这个做完这一场以后 他就受邀到 因为他天赋非常好 他就被邀请到上海去工作了 那后来战争结束以后 他回来 然后这个林木洋平设计师 就回日本去了 那这个时候 廖水来先生就特别又去找到 这个严老先生说 战争结束了 我们接下来可以真正的做一些 我们喜欢的设计了 所以他就跟严老先生开始 做这个玻璃路的设计 那这个时候严老先生 因为还好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 我有特别找严老先生 跟他做了一些访谈 那他据他说就是 他说与其说 玻璃路餐厅是我严余年的作品 不如说是我跟老陶鸡 就是跟那个料水来料董 跟老陶鸡两人三角 所创造出来的产物 因为他说千里马需要博乐 没有这个老陶鸡这样的支持 那他没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他这样讲呢 应该是说玻璃路一直坚持 刚刚洛权大哥讲的 坚持他们的味道 也坚持他们的传统 还有坚持一件事情 就是要给客人的一定要是最好的 不管客人懂不懂 例如说他们在这个餐厅里面 我们来看 在餐厅里面 其实你抬头看 他有很多这个彩色的方块 那彩色的方块 其实是压克力 那压克力 他把它加工切成方块 在背后装一个灯 就有点像天上的星星在闪烁一样 那有五颜六色的颜色 可是各位要知道 那个是民国五十年代 五零年代 那五零年代 那个时候压克力刚刚出来 那他非常贵 那但是压克力有几个很特别的 就是严老先生特别讲 压克力第一个他容易加工 所以可以做成我们喜欢的形状 第二个是 他颜色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而且很方便加工 第三个他轻 所以他可以挂在任何的地方 第四个是他不容易破 比玻璃好 但是我们看到二楼书里面有提到 就是二楼有一个做灯 跟一个吊灯 在当年这些材料费 台波的董事长 支持他们做这个艺术创作 光是这个材料费加工钱 就花了四万块 那这个严老先生说 这个当时可以在附近买一栋老厨 所以说这些其实是非常花钱的事情 那所以严老先生也觉得就是当年就是阿公跟他一起能够完成这个作品 到后来他都非常非常引以为傲 对 那这一些传统的风格 其实以现在年轻世代 他用什么样的眼光跟角度来欣赏 才会在这个怀旧当中 除了传统的美学之外 也能够有一些情感的连结 因为这个有时候是好现实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看一间古厨 可是人家他是用尽心血去保留这个古的样子 那你觉得随着这个世代的传承 那么玻璃露想要怎么去跟更新的世代去产生一些情感的连结呢 我们现在就是说其实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像您讲的就是现在大家都说毁玻璃露是吃一个情怀 那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第三代 那个廖英俊到廖董事长 他就很不服气这句话 他认为说玻璃露除了这个传统情怀之外 其实我们的料理还是很好的 那当然就是说 所以他最近就是这两年来开始努力的在研发新的菜单 所以我们在书的最后面你有看到 你有看到就是那个 他有40公分长的这个可颂夹牛排 然后另外也有这个意大利面 然后也有这个他们研发的阳西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新的 就是跟经典料理分开不一样的料理 但是唯一一样的就是他们一样搞刚 因为玻璃露从开始到现在就是 他们其实都只有进原料 他们包含这个我们看到的咖喱饭浓汤 这些他们不是用一般的粉去勾芡 全部都是师傅早上炒两个小时以上 炒出那个面粉 然后再用这个基底来做这些浓汤跟咖喱饭 所以这些坚持就是玻璃露的坚持 也就是你刚才提到一句很关键的话 就不管客户知不知道了不了解 我们就是要呈现给他最用心的东西 要给客人的都要最好的 不管是室内的装潢 不管是餐具 在不锈干的餐具 不管是里面的料理 求新求变的料理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你所收听的是中网流行网媒是 来哈拉我是吴若荃 今天很高兴请到的是 李东明教授来跟听众朋友 分享他的最新作品 百年玻璃露玻璃露玻璃露 我跟我妈昨天晚上一直在看这本书 我妈说是morello morello这个是 其实它是法语跟日语 这样一路传下来的发音 对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morello这个名字 morello 我在里面morello 这个名字其实是日文发音 就是那个您的母亲 我妈妈讲的没有错 台湾人就念作morello 因为日本人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如果懂日文的人就知道 我们在念这个 就是日本有音就点点 有点点的音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点b这个音 就像我们讲假把 台语公假把的把 这个b的开 但是他不会讲假把 因为如果说是像英文的b 因为有时候这个就没办法去对应 这个罗马音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用b开头的话 因为有这个纯音 日本的日文日本人是不会纯音的 所以他们你如果用讲b这个b这个开头 他们会以为你是讲p 所以台湾老台湾人学日文的 不懂英文的 大家就会讲这叫做morello 正确念法还是经典传统的 叫做morello 他就是说他是用法国作曲家 拉威尔的原舞曲 但是他们当年都是受日本教育 所以他们都是用日式的英文 在念这些外文的 所以其实你应该就从日文来想就好了 那因为阿公非常喜欢这首原舞曲 所以他就把他的店 取叫这个名字 而且他就是他有日本人的传统 日本人因为您知道 不管日本人取名也好 或什么他们都很喜欢 他们都是用读音来想这个名字 所以他一直坚持他的餐厅 要叫做morello 所以到了光复以后 他还是觉得他的餐厅应该要叫morello 可是写成汉字就写 当然他在其实在战争末期 不准用阳文的时候 他也有把它写成玻璃路 他也有写汉字 可是大家还是说 虽然你写成玻璃路也好 或者是后来干脆也把它改成那个minami 就是南餐厅南国餐厅这些 但是大家还是习惯称morello 那所以到了日本那个光复以后 他还特别到处去问人家说 那个中文的这个katakana怎么写 因为他认为说中文跟日文一样 所以中文应该也有一个katakana系统 有片假名 让你可以直接发音 那是音就可以对他的morello很准 所以他才会做了那个morello那个招牌 对因为他说 我的餐厅不是叫玻璃路 他不喜欢玻璃路这个音 他要morello 他要morello这个音 可是中文没办法 刚刚好morello 那他听我慢慢念 应该会很有亲切感 非常亲切 一定非常亲切 可是从李老师 您这部作品搜集的史料 我觉得他其实整个 我们所谓的marketing 广告啊 promotion啊 海报啊 船单啊 这些小纸卡 其实都很会设计 以当年的这种流行时尚来说 我应该讲说 其实廖水来先生也好 到后来的廖士林先生也好 他们都是天生的艺术家 那这个廖水来 您看到里面有很多日志时期的这些 很多都是廖水来先生自己手稿 以前都是这样 都找个公国的嘛 他们就找个广告公司来 那找个公国的来 我用手画给你看 你就去帮我打版出来 我就是这样看到报纸上 一直到后来廖士林先生还是这样 那廖士林先生就有廖叔 他特别喜欢做什么 你知道吗 特别喜欢做小物 最近不能流行这种小物 他所谓小物他喜欢做 以前喜欢做火柴盒 到后来做打火机 然后他喜欢做烟灰缸 他喜欢做 就是以前的文青 对他很喜欢做 就是现在你在那些文青的单位上面 看到那些小物 那您也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现在菜单上面有一个 像皇冠一样的玻璃露的招牌 那个招牌也是廖士林廖董事长设计 你回去跟他讲 要吸引年轻人 叫他继续做这些小物 我觉得这些小物很吸引人 对所以英军最近他也在想说 我跟他讲说我们应该 我们现在在找那个做火柴盒的工厂 对我们其实应该去 要跟你要一个火柴盒 没问题 我们一直在收集这个火柴盒 真的吗 好没问题 而且我决定是非常有传统的情怀 而且我们是妇科日治时期 阿公设计的那个样子 对所以这个真的很有趣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家留的这个血液 大概都有艺术家的 像那个英军 英军的字非常漂亮 他这次很害羞 我本来讲说你那个书名你应该 你来辉好 因为他小学的时候 作品都送到日本去比赛得奖 就书法比赛 对 所以他们家大概都是有这种艺术的学艺 其实到今天为止 这个日本的这种 他们书法叫书道 这种书道 这种书道是其实他们重视的程度 我觉得真的比台湾有过去 应该是说 应该是整个汉字圈里面 我想日本人是最重视这个事情 他们其实每一段时间都有一些评选 不同的年岁 不同的年级的学生 成人大人 这种书道的比赛 那一些都非常的重视 是 那么回到坚持传统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因为台湾就是在餐厅吃的文化 真的是日新月异 那么这份坚持其实老实说 也会变得很辛苦 就是要让那个懂得欣赏的人 那我妈妈那个时代到我这个时代 因为是很能够了解他的精神 那么未来我看他现在还要展店 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想要开第二家店 现在终于想清楚要展店了 我们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这一次也非常感谢那个十亿多媒体 那他们有一个园区 叫做这个七七一文园区 就在这个桃园火车站旁边 那我们也去看过这个场地 因为他是以前的景观宿舍 所以他那个是都是日式的那个宿舍 所以景观非常的优美 在那个地方其实我们觉得可以用餐 可以非常放松亲情 而且他那个房子好像是一个日式的建筑 对对日式的建筑 然后全部都是这些那个纸门 然后全部里面都是地板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房子 所以我们当时思考的就是说 我们要做一个轻的玻璃路 因为现在的玻璃路是十八般五亿样样 因为他要有排餐 他有各种料理 所以当时我们就思考把一些饭面类的料理 放到那个地方去 让大家在这个场地里面休闲的时候 也可以用用玻璃路的料理 所以主要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好啊 那我们先聊到这边 等一下回来 再请李老师跟我们来导览一下玻璃路的菜单 以及他的料理 好 欢迎继续回到美式来哈拉节目 现场我是吴若全 今天请到的是台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副教授 李东明教授 他同时也兼任系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 他的新书百年玻璃路 从建筑装潢到饮食 这个完全无愧 真的是见证台北百年风华 而且是三代传承故事 这个台北人真的每个人都应该去 带着这种参观博物馆的心情 而且又是享受美食 那么既然是餐厅 虽然历史渊源 这么样的丰厚 但吃还是很重要 要用吃来吸引顾客 那么请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导览一下 现在去玻璃路要点什么 怎么吃 玻璃路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 他的料理 其实女乙渠说他是这个西洋料理 西餐厅 你不如说他是日式养死 昭和养死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在 日本人也是在这个黑船事件以后 开始在这个横滨 然后在长期开始有这个洋食 开始进入 那台湾也是受日本的影响 然后把这个西洋的料理传到台湾来 所以当时对于台湾人来讲 一开始的西洋的料理大概就是牛排 咖喱饭浓汤 这几个比较特别的品相 那当时其实我们也知道日治时期 其实城内那边大部分是日本人 日本这些官员 他的家属 或者这些生意人 他们主要都在城内 你看我们看这些大企业 或者是官署 东东都在城内 那当然在城内也有很多这种西餐厅 包含台湾第一间百货公司 局员百货 他的楼上的食堂 现在我们也正在 就是我现在同时也是兼任这个 台湾历史资源经理学会的理事长 我们现在也在办这个局员百货的展览 里面就有这个洋食的那个食堂 那玻璃路呢 他是开在这个大稻城 当时这个阿公料水来先生 他就是思考说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你到那个城内 去吃日本人开的这个洋食 这个西洋料理 那我希望在这个就近 就在我们这个大稻城这里 你除了这些酒家菜 除了这些中国料理以外 台湾料理之外 你也有这个西洋料理可以品尝 所以在这里开了这间玻璃路 这间西餐厅 他还特别到日本去学习 这个西餐的那个料理制作 所以但是他回来以后 他有做了很多的那个改良 我们首先看到就是在排餐的部分 到玻璃路 我想第一次去的人 我们都建议说 那看你的喜好 你可以点他的那个特餐 A餐 这样子这个料理 因为他是整套的 从一开始的前菜开始 我们就从前菜开始说 这个前菜 他其实我们不是沙拉 一般来讲西洋料理的前菜 通常都会是沙拉 但是阿公认为说 台湾人包含到现在 我想我们很多长辈到现在 你叫他吃生菜 他都觉得有抵抗 因为就是假糟 这个不是他认为说 没关系 没关系 然后肚子也不舒服 那所以阿公就把这个前菜 改良成为说 我们这里就是因为附近有很多酒家 他就把酒家菜的这些特别的料理 比较像冷盘 比较像冷盘 他就是里面就有这个鸡翅 然后还有这个肉冻 那另外还有花枝 这些都是属于酒家菜的非常 那他又不是像酒家菜 一次来一大盘 他是就是做非常 就是非常吃假卡 非常精致的 但是因为他说 我又是西洋料理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些西洋的元素 所以他里面有火腿切片 然后也有这个热狗切断 那另外还放了一条白卤笋 白卤笋 那这个白卤笋一定是那个 从法国进口的这个白卤笋罐头 因为正好也拜我们迪化街 就是这个南北货极散地之势 所以我们这里有非常多的 这种好的食材 对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 但是他又是西洋料理的第一道 所以他说那我们也不能够说免除 所以他里面还是有生菜 另外加上一球圆圆的马铃薯泥 就是构成了冷盘 那之后的虾子也是 他坚持虾子一定是 一定要整吃 就是整支剖半 然后明虾下去烤 这个就是一般的 当然现在就是他们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虾子的料理 那另外就是说玻璃露 接下来他的主菜就是他的浓汤的部分 那他的这个浓汤跟咖喱一样 他们都是属于浓稠类的 所以这些都是师傅当天现做 这个很厉害 对对 师傅当天现做 因为外面其实很多都是粉调理包 他就用粉去调 对对对 但是玻璃露永远他都是进原料而已 他不会去进这些加工好的咖喱块 这个就是要透过这样的宣导了 因为很多年轻世代 他就是没有人教他分辨这个 认真学是吃得出来 可是因为没有人教 没有人教他去去辨识说 其实一定是不一样的 可是因为没有人去让他去学习 去比较这个 这个汤光这个当天现熬煮出来的 对对那另外再来就是说牛排 当然现在就是玻璃露牛排这件事情 就是可能你要去的时候你要特别跟他讲 就是你是要特餐的牛排 还是说你要这个单点的牛排会不一样 除了分量不一样以外 有时候单点的牛排 他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牛排 就整块新鲜的牛排就下去煎出来 那玻璃露的那个特餐的牛排 他其实过去他曾经就是像他要先腌过 腌过了 对他先腌过他先处理过 然后适合台湾人的口味 对适合台湾人的口味 所以他那个有时候你不用沾酱都非常的好吃 因为他已经腌过了 他已经有腌过 就看你的爱好 因为你现在要自然原味的 那就不要腌过了 对所以现在有时候 例如说你可以去点排餐的时候 他就是新鲜的牛肉 那点餐的时候要特别交代吗 你可以问 就是其实可以直接问这个 哪一种是有腌哪一种是没腌 就可以问 就特餐的一般都是会有 对处理过的 那再来就是说 包含那个酱料对他们来讲 这书里面也有写到 就是退休的那个老总经理 就是应该讲我义父在2001年的时候 突然过世 那个时候英君才不到30岁 然后还好店里有几个老臣 这些老员工就帮忙撑下这个餐厅 我们对料总经理也是非常的感恩 那他前两年就是正式在玻璃路做55年退休了 他也在里面跟我们分享 他说你看一样放在餐厅桌上这个A1酱 你在那个全联你可能也看到一罐A1 可是你看它上面有写中文字 因为他说那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台湾人也去申请了A1这个Mark 然后自己在台湾生产A1酱 然后但是玻璃路用的 然后这一瓶可能几十块 可是在玻璃路用的绝对是美国进口 上面全部都是写阳文的 这一罐就要两三百块 所以这个材料就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其实真的需要有专家来导览 让听众朋友可以分辨 他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料理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没有办法一一介绍完 那么最后这个布丁 也是一绝 这个美好的一餐的据点 布丁是到玻璃路一定要吃的 从日至时期到现在 一模一样的做法 而且要去享受那个不锈钢的杯子 拍个照上网打卡贴IG这样 是 谢谢李教授 谢谢若权大哥 希望这位苏大麦 谢谢你 谢谢若权大哥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